好,那今天的講者是 我們關係很久了 他是我的大學同學 那他書念的比我好得多了 他到德國去念了書回來 所以我昨天才在臉書上寫 在台灣如果可以談德國的人 應該是很有限 開DNW那種不算 他是可以談德國的 可是可以談德國的人應該不多 龍與台我知道他是 德國的外配 他結婚到德國去 他也是外配 所以龍與台對於東南亞移民移工 這塊還蠻 我覺得他蠻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個是朱高正 朱高正年輕的朋友可能已經不認識他 他是當年的第一戰艦 立法院第一個拆麥克風的就是他 再來就是會楚楊 但是比起朱高正又斯文 比起龍與台有沒有比較有學問 我不敢確定 可是楚楊當然就是很厲害的人 他完整的演講我是沒聽過 我是上次去 我們又重逢 他現在中正上有教書 我們又重新碰到面 然後談了一下德國的狀況 我當然不懂德國啦 我連歐洲都沒去過 可是楚楊在那邊待了很久 十年了 我不知道 反正很久了 而且他會得文 所以待會是德文演講 請大家 好 我們借大家拍拍手歡迎出來 謝謝張正 謝謝張正 太多的藝能支持 心裡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德國的移民與難民 那這個題目 老實說 是不是我的 最 學術研究當中的一部分呢 嚴格講不算是 但它是不是我 生活中的一部分 它絕對是的 當我在德國的時候 我是個外國學生 身為一個外國人 在一個社會 那種 那種感受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光憑想像就得到了 儘管我們是外國學生 我們還自認我們 書念的 念到一定的程度 可是光是我們 去買東西 講著 人家都聽不懂的德文 人家動不動就白眼 對待你的時候 你真的是 有口說不出 有時候你去看病的時候 你哪裡碰 要去看病之前 我都會花 花一個晚上先翻好自己 然後我在想 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描述我哪裡 談痛 那我有什麼問題 我都把它寫在 寫在我的小超上面 然後去看醫生的時候 我 我才照著這樣子 念念念出來 去任何一個地方辦事 語言是第一個難關 那語言稍微好一點的時候 還有什麼難關 接下來就是 我做了一個外國人 不管是工作人 或是學生 時間到要去研簽證 研簽證就是一件 這不是一個right 不是一個權利 什麼叫權利 如果法律上 民文規定 你可以能到的 它是你的權利 例如 在台灣 每個公民 他有投票權 投票日到了 我去投票 如果發現名冊上 為什麼沒有我的名字 我當然可以主張 這是我的權利 他們必須要補救啊 這是我的權利 可是當 當我做一個外國學生 在德國這樣子一個 大家認為一個 西方的文明的社會 研簽證是不是權利 你抱歉這不是權利 因為簽證官他認為 你可以待下來 你就可以待 簽證官認為 你不可以待下來 你就是不可以待 不管你有多好的理由 不管你的 那個銀行的帳戶裡有多少錢 不管你的教授說 你是個多好的學生 你正在寫論文 只要簽證官他對你有合理的懷疑 他就可以不簽了 那在簽證那個地方 我們都覺得那個就是 就像一個屠宰場一樣 你就是 進去被判生死的 每次留學生到了要研簽證的時候 都會充滿了一些不確定感 充滿了焦慮 因為我們不知道會遇到什麼樣的簽證官 有的是友善的 大方一次給你兩年三年 有的不怎麼友善的 一切按照規定來 他說我只給你半年 你半年之後再贏 一切都是在一種 你不能夠主張有權力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依賴別人的善意 你必須要依賴別人的理解 那種感受是非常強烈的 不管我們自認為自己是 多麼正直 多麼可靠 多麼守法的 對不對 但是很抱歉 因為你是這個國家裡的公民 權力而言 權力對你而言是相當遙遠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一直在我的意識裡面 我們不斷的 不斷的來來回走 到底一個現代國家 它應該如何 如何面對外國人 不管是移民也好 甚至是難民也好 它要如何對待 它為什麼會如此對待 它這麼對待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公民和非公民 它會有如此的差異 這些事情 一直是我看書生活的潛力士裡面 不斷的在自己和自己對話的一個議題 看到這個 我們同學這麼厲害 弄了這樣的一間書店 來關心這些議題 所以我們談了之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希望能夠花時間理清了一個問題 我們先看一下 在今年 在去年 曾經 從去年前年開始 因為中東的動亂 有很多難民 湧向了歐洲 很多人到了德國 那這些難民當然不會是一個人來 會席家帶倦 這已經是 長久以來的事情了 那德國的 難民法規 會保障難民權是沒錯 但是 要拿到難民權 他必須經過層層的審核 他要看你來的原因是什麼 他要看你的故鄉 你來的時候 或許正在發生戰亂 可是你來到這邊之後 待了一陣子 如果那邊的戰事平息了 德國政府還是會說 好那請客去了 你已經不需要了 德國政府會審核 那這也是 這是不是一種權利 抱歉他真的不是權利 他覺得你是難民 你就是難民 他覺得你不是難民 那你就不能說你是難民 那德國總理雷克爾 他有一次到中學 有一群學生對話 看起來是一個日常深厚的民主教育 當中有一個女學生 他是難民家庭的背景 他來德國已經4年了 德文獎得非常好 但是他們一直在等待審核 時間拖了很久 因為太多人申請 後來這個女學生抓到機會 就告訴總理 我現在的處境是這樣子 我們已經來4年了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前幾天 前幾天我們收到一個通知 但是德國政府告訴我們 我們必須走 可是我想在這邊發展 我已經念了4年 同學們都要準備往上升的 要念大學的 我也希望能跟他們一樣 我是年輕人 我有我的夢想 德國總理能不能幫我這件事情 德國總理聽到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 他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但是看到小女孩這樣問 他還是要必須理性的分析 我們現在有多少多少人在申請 大家都在等 我們有我們的規矩 那請問你是哪裡來的 那小女孩就說了 他說他是黎巴嫩的 德國總理馬上反應就說 黎巴嫩是不是 那個地方現在已經不能算難民區了 你要回去 我可以離境 那我們還是有我們的規定 這沒有辦法 而且德國總理就說 而且我要告訴你 如果每個人都想來 我們讓每個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一定會受不了 那你說我該怎麼辦 他是用一種非常理智的方式 在回答 然後講著講著 小女孩在下面就 就怎麼了 就哭 就開始哭了 哭得嘻嘻嘻嘻嘻嘻嘻 然後德國總理天的就 講到一半 看到 場面不一樣 他就馬上去安慰 還派他安慰一下 但是 他還是堅守他的原則 他就是來安慰你 然後他說 我知道你是個 好女孩 可是 有些事情 就是沒有辦法 他就走了 他在德國總理還是繼續講他的 他的話 那到了隔天 德國 德國的網路啊 報紙啊 新聞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到底德國總理這件事情 處置了對不對 有人說當然就是這樣子 有人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有人說 小女孩你不可以利用這種機會 利用媒體來施壓 就把事情各式各樣的反應都有 那事實上的情況是這樣 那我現在播這一段 讓大家看一下 他的內容我剛剛已經講過 大家就是看一下 這個 那個場面是什麼樣的場面 這是一個新聞報導 我希望在這邊念書 就是我的期待 希望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發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我不能和其他人家享受我的人生 我不能和其他人家享受我的人生 有太多太多人來了 如果我們說你們都來吧 這樣子的話我們是沒辦法 我必須告訴你 現在就是 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做一些決定 就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相信 我相信 … … 所有事情 我认为你这种种类似的问题 我认为你不认为这种类似的问题 我认为我认为这种类似的问题 我认为你再谈谈 因为你这种类似的问题 因为你这种类似的问题 你认为了很多事情 Meka還是在講道理 他說有太多人是這樣子的 我們還是必須做一些處理 就這樣